何谓等教 妙觉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施功德 我们看等觉菩萨 等觉 一鸣一生补处 为所证觉体与佛相等 又望于妙觉 又有一等顾名等觉 这个等觉菩萨就是一生补处了 他的生命最后一生了 那么这个等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所证的教体跟诸佛相等 也就是说 他的忠道实相跟佛的忠道实相是完全一样 那么差在哪里呢 为什么他望于妙觉 又差一等呢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等觉在冷言经上说 叫做入门跟出门的差别 佛陀的忠道实相 如果以家来说 等觉菩萨是从外面要进入家 前脚踏进去 后脚在外面 他是从外面要回家 前脚已经踏进去了 这叫等觉 佛陀是完全要立他了 完全是横顺众生了 佛陀是从家里面前脚踏出去 后脚还在家里面 就差在这里 一个是逆生死刘儿开始回家了 刚好前脚踏进去了 这叫等觉 那么佛陀刚好要从法性之流要出来了 他前脚也踏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刚好在门的门槛中交接 叫等觉 我们看妙觉 妙觉 即究竟圆满之佛果 未有等觉后心 入金刚预定 更破异品无名 而入此妙觉 此中烦恼尽除 智慧原妙 不明妙觉 妙觉就是佛果 就是在等觉修到最后的时候 他要入一种叫金刚预定 这个定特别的坚固 最后 把最后一品生香无名给破坏了 这种烦恼穷尽 智慧原妙 顾明妙觉 成就佛果以后 他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 自受用这种大斑灭盘 长恶我净 第二个 他受用 他到十方世界去视线八相成道 去度化众生 度化跟他有缘的众生 有自受用的涅槃跟他受用涅槃 gracias 感谢观看